保麟茶室中毒案件到底毒素从何而来 先前食药署在越南籍代班厨师的首部 还有排泄物检体当中验出了邦克烈酸 不过血液检体却呈现阴性反应 有厨师担心这个厨师恐怕是伤寒马力的翻版 也就是无症状的代言者 毒物专家则是建议应该要针对排泄物检体 进行细菌培养 而卫福部次长王毕胜他则是认为 因为细菌已经过消化到了 因此要培养出来的几率并不高 保麟茶室食物中毒案谜团持续未解 明明越级代班厨师首部跟排泄物 都有验到毒素邦克烈酸 但却培养不出最关键的唐昌蒲伯克氏菌 卫福部次长王毕胜说 这是一则一血一则一忧 好的方面是这种细菌在台湾并不常见 但到底怎么出现还没找到答案 有意是怀疑这名厨师会不会像是 美国第一位被发现伤寒健康代源者 伤寒玛丽也是天选之人 会不会是像伤寒玛丽就所谓的带菌者 几乎没什么症状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细菌呢 在处理处理食材的时候呢 就让它污染到食材 可能等这个细菌培养的这个结果 如果厨师的排泄物可以培养出 唐昌蒲伯克氏菌 代表厨师的肠胃道内已经带菌 但要是厌不到最严重的情况是 这种细菌早已在台湾 落地生根 这种菌在台湾事实上是存在的 只是会产生毒素的这个菌呢 是不存在 那从这个没产生毒素的这个形态 突变成产生毒素的形态 事实上它有那个适当的环境 就有可能 第一个是它手上是有沾到 但是它没有吃到那个食材 它有吃到一点 但是那个量很少 没有造成它危害 做粪便检体的时候 可能有污染到 可以去验一下 不过都已经经过它消化道 培养出来的机率是相当低的 而目前保龄案还有四例重症 仍有生命危险 求三人恢复意识 评估是否患肝 还有一人深度昏迷使用呼吸器 即便源头在南找 由于重毒事件 就是在保龄发生 因此威服部就责保龄 不会改变 记者未提及领域综合报道